这里是FM98.1 98新闻台 欢迎你收听旅游降丸节目 我是剧将旅游壮丽 我们从头开始坐飞机 坐到现在 好像还没有用另外一种 比较特殊的一种交通工具 来做我们的一个游程 那从最早像 比如说我们从Packy Tour 就从坐马车 这个是最早 然后做游学的动作 然后我们可能会有汽车巴士 还有甚至所谓的火车 那以前叫Steam 蒸汽的火车 然后到了所谓的烧煤的 机械式的 电力的 快速的 后来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 慢慢地转型了 那有一种旅游 当然现在在台湾来讲 是蛮怎么样 蛮偏门的 虽然是很多人 但是在它的数字上 很低 非常之低 那这种游程 或是这种旅游的方式 我们称呼就是坐船 这样子比较简单 因为有个字比较麻烦 我们讲叫做游轮 但是这个游字 到底是哪一个游 比如说 是以前是叫做mail 我们讲的 那个叫做游证 那个游 那个游包 我们讲寄信的那个游件 那另外一个游字 叫做cruise 那种游船 所以我们讲游轮 游轮常常会让人家误以为 你那个游甚至还有一种游 就是在那种原油的那种tank 那种游轮 这是我们讲石油那种原油的游轮 所以我们的游的方式 就从地上空中 然后甚至现在有一个比较特殊 那当然就是所谓的游轮 因为在我们地球上 有这么大的一片的海 我们或是羊 因为就像地球一样 大概七成 百分之七成以上是水面 那如果用水面的这个方式 来做旅游的话 那当然会是一种 另外的一种感觉 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 我们在船上面 不是船 船上面很专业的Nick 来到我们节目来 来帮我们聊聊看 那下一趟的行程 你如果要从空中 或是从地面 甚至从水面上 做一种旅游的方式 那可能会不太一样 大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游轮的部分 其实我一开始介绍的话 可能会以五大洋为主 那这五大洋 各位可能会觉得太广泛了 因为各位可能会听过 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 北冰洋跟南冰洋 那就旅游的角度来讲的话 可能实际只会接触到 像大西洋跟太平洋 那尤其像各位之前 可能听过 一听到游轮 可能就会听到像 日本短程的 或者是在欧洲海域 像这种地中海、爱琴海 那远一点的话 那可能就搭配一个 highlight的一个景观 就是在阿拉斯加的游轮 那这游轮要说起来的话 其实在 以各位听众朋友来讲的话 可能之前比较少接触过 那可能也有曾经接触过 那这游轮其实要讲的话 算可以就广泛来讲 最早的时候 因为整个地球70%都是水 那像各位之前旅游的话 不外乎可能都是陆地行程 中国大陆啊 或者是欧洲等地 那这可能就只玩了这个30%还不到 那这70%呢 其实可以玩得非常广泛 那就以海来讲的话呢 从最早的可能各位熟悉到 就是像诺亚方舟 这个说是以船 来载人甚至动物 我们最早在可能圣基等故事里面可以看得到的 那随着人们呢 对海洋的畏惧 因为过去来讲 科学不是这么的进步 那可能就是 航行在海面上 到了一定距离 这艘船会掉下去 因为在宗教改革还没广泛之前呢 整个科学科技并不是这么发达 所以呢 那时候呢 人们并不晓得地球是椭圆的 那随着到像14、15世纪之后 那一路到像1781年的时候 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他改良了蒸汽机 那到了18、19世纪 莱特兄弟 那随着这种远洋游轮 我们当时候呢 其实可以叫做Maleship 就是邮政单位的邮 这最早的时候呢 是在18世纪中叶之后 到19世纪初期 随着这些大型的载运货品 或者是邮物 这种跨远洋 可能大西洋或太平洋 那从英国呢 来到了美国纽约 诸如此类 可是在19世纪 这种莱特兄弟 发明了飞行器 那随着航空器具类 捧之越来越发达之后呢 这种邮政业务的邮轮 也开始慢慢转型 因为他们原本的最大的收益源 可能是在接货品 或者是邮政业务 那之后呢 其实慢慢转型之后 像19世纪 像1980年间 那可能老一辈的前辈们 此常有听过或看过的一个节目 叫做爱之船 这爱之船呢 其实最早的时候呢 就是在公主邮轮上面所拍摄的 那其实这边还可以谈到一块 就是像民国元年 民国元年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打完了战争 那由皇帝帝元制 改成了民国 那其实在当时候呢 在欧洲 这种在19、20世纪初期的时候 邮轮已经非常非常的广泛了 他们已经开始去承载到 所谓的旅游的部分 所以呢 在非常多的地方呢 你都可以看过或听说过 这种远洋籍的邮轮 是在旅客出去玩的 那像有加勒比海啊 因为加勒比海的气温来讲的话呢 它是全年皆宜 那比较耳熟能详的 可能在欧洲的区域 欧洲的话呢 可能像有地中海 爱琴海 所以在邮轮的部分呢 真的要玩 会非常非常的多元化 而且各位可能会觉得 一个目的地去旅游 那时常会觉得 冬天可能太冷 夏天可能太热 春天呢 可能时间刚刚好呢 不过呢 大家也会挤在那个时候去出发 到当地去旅游 那就邮轮来讲的话呢 它一年四季皆宜 因为它的目的性太多了 太广泛了 像刚刚有提到 像冬天的时候 您觉得太冷的话 您可以到夏威夷 甚至到加勒比海沿岸区域 搭乘这种游轮去旅游 那另外的话呢 春天夏天 地中海爱琴海 甚至呢 阿拉斯加的游轮 这些在台湾来讲 会比较广泛 那市场上呢 也比较 时常会看得到的 你说真的游轮要玩起来 它会非常非常的好玩 非常非常的多元 刚刚提到呢 有一个叫游轮 跟那个游轮 就一直呢 大家都搞不清楚了 那如果我们用一个字眼呢 叫做Cruise 常常会提到 我们去做那个Cruise 那Cruise Ship呢 它的意思里边呢 如果各位用海军呢 这样会比较清楚 那海军呢 不是有一个很大的船呢 叫做航空母舰 那有比较小一点呢 叫做驱逐舰 那就在中间的那种舰呢 叫做巡洋舰 所以Cruise的意思呢 就是说定期 然后呢定一个航线 就是固定的航线呢 那在海洋上的 一种大型的那个客轮 不过呢 最早期呢 刚刚Nick有提到呢 最早期呢 其实呢 就是帮忙呢 就是送那个邮件 然后呢 顺便呢 就这么搭载一些客人 所以以前呢 这种邮政的轮 我们讲叫做Mailship 这种Mailship呢 是载运的邮件 然后顺便搭客 然后呢 就定期的在两个点呢 这种往返 那这个呢 叫做邮政的邮轮 那后来呢 当然呢 这种翻译来讲呢 就怪怪的啦 因为呢 后来的转转折呢 就是变成呢 这种船呢 并不在带客的那种 来来往往的那种邮件 因为邮件越来越少了 那甚至呢 现在真正的 如果呢 是这种邮件的那种邮轮呢 那应该只剩下一勺比较大的 就是我们讲叫做 玛丽皇后二世 那其他的轮呢 应该我们把它翻译呢 应该叫做 游 就是旅游的那个游 这个叫Cruise Cruise Tour 那会比较好一点 那现在的邮轮就不一样了 因为以前呢 只是带客呢 然后带个邮件呢 然后送到对岸呢 然后又回来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邮轮呢 不只是一个交通的一个载具 就是交通的船 它还是什么 旅馆的住宿 甚至呢 在这种活动的旅馆上面呢 有很多的吃吃喝喝 还有很多的休闲 所以呢 到了对岸 现在不在对岸呢 怎么样下邮件 而是呢 在对岸呢 下这些旅客啦 所以呢 变成邮轮呢 它变成有很多项的 所谓的一种意象出来啦 就是说 你的旅游里边呢 并不是邮件 你的旅游里边呢 最重要就是人 那对 以人为主向 刚刚庄老师有提到 就是所谓 Millship跟Cruise 那 像玛丽皇后二号呢 这是目前唯一全世界 还留有所谓的一个标章 这标章呢 上面是灌了一个 三个英文字母 叫做RMS 也就是当时候呢 邮政业务的一个 专属的一个标志 那这标志呢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 黑猫仔旗变 这种使命必达 那以远洋 在邮政业务的邮轮 当时候呢 他们的一些规定 非常的严谨 比如说 比如说 可能这批货品 或这批邮政 是在 几月几号 几点 甚至到几分 需要停靠到港口 那他们的 这个规则呢 算是非常非常的严格 因为他们 像我们现在 手机以分计费 他们的罚则呢 在当时候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也是以分计费 比如说 今天我晚到两分钟 甚至五分钟 马上就是一笔罚金 所以呢 其实在当时候呢 这么多 庞大的一些 在邮政业务的一些 船啊 真正能冠上这M&S的 其实没有几艘 那其实在邮轮上面呢 近期 呃 各位可能会常听到 越大的邮轮是越好的 不然真的 越小邮轮呢 就是越不好玩的 那甚至您可能也听过 啊邮轮不好玩 因为我上去呢 全部都是英文 不会点餐 那甚至呢 邮轮好无聊 每天出了房门 都不知道要干嘛 那可以 其实也是可以换句话讲 因为这代表 可能刚接触邮轮旅行 那代表可能过去 还没有所谓的真正经验 或者是 还没有这种 类似我们这种节目 可以去分享一些 邮轮旅游的一些心得 其实真的邮轮要玩起来 是非常的充实丰富 那甚至你可以把它讲成 真的非常的累 那个邮轮呢 它有很大的一种特性呢 叫做易达特性 就是说容易抵达 那刚刚呢 尼克在提到呢 那是各位呢 可能是第一次上船的人 才会提到说不好玩 因为呢 邮轮呢 有一个特性呢 它是叫做多目的型的 就是说 你上了邮轮以后呢 是怎么样 是带着你的行李一起走 那各位可能说 我每个每次这个旅游呢 都带着行李啊 但是呢 各位想想看 你在旅游的时候呢 是不是 那个你的行李 是要跟着车子 然后呢 要进到旅馆 然后呢 隔天怎么办 隔天呢 你又要把你的行李怎么样 要check out 然后呢 又上车 然后呢 继续呢 再往前走 所以呢 变成呢 我们在陆地上呢 在做旅游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背着行李走 但是呢 在邮轮的一个特性里边呢 它是带着呢 它是带着hotel一起旅行 哦 这个是很特殊的一种旅游的形态 所以呢 这种船呢 其实呢 它就是一种活动的旅馆 或是呢 有人这样翻译哦 说邮轮呢 具有什么 浮动式的度假旅馆 所以呢 你在这个旅馆里边呢 你check in check out呢 只有那个上船的 那么一次啊 那其他的时间是怎么样 你就把那个行李呢 就放在这个船上了 所以呢 你是带着行李走 哦 所以呢 讲起来好像呢 很舒服啊 那伊达信呢 这种翻译里边呢 就比较特殊呢 因为呢 像我们刚刚Nick有提到说 Alaska Alaska呢 那种游轮呢 去看什么 就去看那个冰嘛 但是呢 你去看冰的时候呢 你并没有办法呢 用什么 用所谓的那种陆地的 这个所谓的车子呢 去看冰河啊 所以呢 变成有很特殊的景点的话呢 有时候呢 反而是用船呢 去cover呢 会更什么 更容易 所以呢 在游轮协会里边呢 他就有提到呢 就说 这是广告啦 这是广告啦 他说呢 如果你呢 你不去搭游轮的话呢 你会虚度直升啊 但是呢 搭游轮有一个坏处 因为呢 搭游轮呢 他们讲呢 说会上瘾 对 真的会上瘾 而且呢 可能不止一次两次 可能你在刚上船的时候呢 就会完全性的 迷失方向的上瘾 那这种所谓的 迷失方向上瘾呢 就是其实 在一般我们所谓的 最大或最小的 吨位数来讲的话 可能从 七万多吨的游轮 一路到现在最大 二十二万吨 那其实这种 这种吨位数来讲的话呢 你们要旅游的话 在登船第一天 其实 呃 水团的一个服务人员 都会带你们去做 全船的导览 那为什么要带你们 做全船导览 顾名师秘第一点 就是让你们 不要迷路 因为在游轮上面 非常容易的迷路 那第二点呢 其实游轮上面 活动 餐厅 餐饮 呃 剧院 那酒吧 俱乐部 那附属的相关的活动 非常多 所以呢 要带各位 在公众区域呢 从可能第一层 一路到十八十九层 这样子去绕行一圈 可能在半小时 到一个小时之间的时间 那各位可能 在第一天上船的时候呢 呃 这服务人员在讲 或在带的时候呢 各位都非常的清楚明了 可是呢 可能下一秒 转个弯 又忘记了 所以我们常跟客人讲说 其实很好玩 你绝对会知道 呃 从头到尾 从上到下 东南西北 左转右转 到底是哪些地方 可是呢 在那一刻的时候 您也要下船了 所以呢 你看 游轮的旅游呢 它就是那么的奇妙 有些人说好玩 有些人说不好玩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玩 好玩 愛って気づくまで好きになろうとしてただけ そんなもので現実はと笑えてたのに 戸惑うの怖いくらいあなたに今 行かないでここにいてそれだけしか 今はただ言えないの知らなかった気持ちに包まれて 行かないでそばにいてそれだけしか望まない 二人だけのこの世界を一秒でも長くいたいから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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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し二度と会えなくても変わりはしない この胸にいつでもいるあなたがずっと 行かないでここにいてそれだけしか 今はただ思えないのありえないと分かっているのに 行かないでそばにいてそれだけしか望まない 二人だけのこの世界に一秒でも長くいたいから 一秒でも長くいたいから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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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